大家說,你可以挺胡茂,我會尊重 你可以挺反胡茂,我們也尊重 你反胡茂,你挺胡茂,我們都尊重 這都是言論之言 然後呢,大家來做判斷 我是覺得應該講清楚 問題是在於,我覺得人家講30秒後通過 這第一點 第二點,為什麼你有挺胡茂的人啊 為什麼大家不會怕 為什麼昨天在正江街大家會怕 其實原因就在這裡 蘋果直擊,吹一人揹鐵棍 這不是,也不是場地 不是要給你吹鼻子用的 鐵棍咧 我們以前講鐵桿犯例不是代表他拿鐵棍 是代表他立場很堅定 所以,其實我要問的就是說 在這個問題裡面 為什麼,我有朋友跟胡茂 我講實在話,我有朋友跟胡茂 來跟我辯 還有朋友跟胡茂也來跟我辯 阿咖咖都在變 可是沒有人會怕 為什麼昨天會怕 所以我要問的是說 你當律師 為什麼會怕 我想講一下,因為昨天 我在那個中山南路跟青島東路 就是另外一個木頭 那邊也有圍一個人群 那前面有一群鐵桿和律 他趕在前面要保護學生 幹事這些鐵桿和律 每一個人都在安全帽 為什麼要在安全帽 因為有鐵棍 因為有鐵棍啊 會怕嗎 那這些已經很 已經很 已經是鐵桿和律了 鐵桿販律 怕鐵桿 怕鐵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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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兩點多的時候 我還在地院的周遭那邊 有一個學生跑來找我 他傳了一段影片給我 他傳了這段影片 很多媒體也有猜到 就是昨天 這些白藍他的這些群眾 在打學生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的畫面 這跟他的畫面是差不多的 只是另外一個角度 但是這個學生把這個影片給我的時候 他再三地強調 千萬不要說出是他給我的 我不認識他 他會怕 你為什麼會怕 我們當然是說我們是經濟的正常 我們當然是會怕 你也會怕 我當然是會怕 知道嗎 是誰會怕 他已經跑出了 這個白藍術下去後 現在大家認為說 一場純潔的學生運動 是整個被白藍染黑了 雖然我們這次以黑色當作主軸 但是白藍現在出去後 他是把更多的 其實不應該要有的社會元素 把它蓋到了這場學運 黑 黑有兩種意義 一種黑是那一種黑 我可以再解釋啦 大家都要想到 另外一種黑就是那種黑的 譬如說黑不貝 黑水 石油 石油是黑的 黑金公 那個花生很好吃 所以黑的有兩種意義 所以我們如果是黑金公 黑不貝 哇那很苦 大家都喜歡 可是如果是那種黑 那就會怕 所以黑有兩種 三三年上海道的黑 是哪一種呢 我們只有自己去判斷 不過在這裡 朱學仁 翟誠說 看海南 朱學仁說 大哥如為槍聲的小屁孩 朱學仁 看 近排位一樣的勇猛 欸米鳳 朱學仁說 因為你不是 朱學仁白狼的表現有像大哥嗎 他如果是大哥 他也不要對這些學生 這個講話嗎 他自己有大哥的風態 他到底做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像徐學仁說 你站著風貌 你可以用講的 反正你用講的 可是這筆眼用的是什麼方法 是用 恐嚇的 因為我一站出來 最後的那種東西就是其次 可是這一個過去的背景 大家一聽到就說 就是海沙很大 很搶很卡嘛 會不會是欲望他們呢 他們也沒有想要知道 他們會不會是欲望他們 會不會是欲望他們 他們也沒有想要知道 因為我以前那種氣勢力出來 就是 就是大家要背罩嗎 難道要幹嘛呢 難道年三歲小孩都知道嗎 今天我覺得是說 為什麼政府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處理這些事情 我覺得330之後 這些學生的這個 就會這麼眼淚了 你看 那些人跟很多女性上說 欸你們到底沒有排班啊 其實反正就說 小小兒吧 那他們到底要排班 那我覺得 這些理論也會出現 你們認為我覺得 比較好男人是因為 嚇唷 不是 就說在那裡之後 那些人已經出來了 當然比如說 已經到一個頂點 支持他們隊場了嘛 那我去 穿水氣了 對 那你好 你真的來好像又來了 我覺得你剛剛又來了之後 就是在那邊 把這些人都燃起了 對抗的運賜嘛 那今天你不該反正 在那個 包圍的時候 他說你不累不累 這樣你也不累啊 那你看 反正自己說 你不會有包粉類 對不對 所以你意思是說 白狼昨天反而 寄學生動靈嗎 那當然是 那當然是 反動靈的 我還看到一個畫面 那很感動 不好意思 我看到這位學生 在白狼在正方街 在亂的時候 這一學生是大家 手牽著手 然後在那邊唱歌 唱什麼 白狼烤烤 我不怕 他唱這個在講什麼 就是怕嘛 原來是 他互相鼓舞一下 學生他有創意 他有創意啊 這首歌都可以唱出來 對 你看我們政府聯繫 所以說你翻牌出來了 然後總統見美國人說 講什麼 親戴公主 什麼叫做犯法 要犯犯 要犯犯 我能犯他今天犯他 對 他不是在叫學生嗎 請問你一個政府 你要這樣做嗎 我覺得說 你今天做了政府的立場 這個學生的立場 你不顧及 那你們還有一件事情 就張慶忠重啟 重啟 重開委員會 一個有壞紀錄人 你還敢開委員會 你不懂保證什麼 你這麼有信用的人 還保證什麼 所以你意思是說 昨天林旭老吉利是 又把學生名料又集結起來 一個白狼 一個馬英九講說要打敗 一個什麼 所以許醫師 我告訴你 現在不願意學生退 不是 不是誰 就是馬正不願意學生退 真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 民調 學運落幕前 律辦的民眾反對審托罵 問題是這樣的 他說 立法院內政團會 趙偉 南偉 張慶忠 要排今年兩天 繼續審查 不冒協議 請教您的看法 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二 他說 馬總統已經回應了 支持續審 百分之五十四點八 不應續審 在學運落幕前 不可以審 百分之十二點五 沒意見 所以 我再給大家看 朱學員講的 他說 大哥如為嗆聲的小屁孩 你怎麼一講 同學 這個宰神好像 蠻有 幹什麼 不過 要請你講一下 我們來先去看個外場 因為共黨開中行為 有五十名反國防的學生 去衝動 國民黨 白狗 現在怎麼回應們 來我們請我們的記者陳越瑞 來告訴大家 別論 好 好了 全上反國防不僅占領立法院 甚至還跑到國民黨 中央來向下 甚至跟現場原警爆發激烈衝突 我們來看看燒導畫面 我們來看看燒導畫面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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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行 我們來看 民主 ள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外國 scenes 我們來看 要求國民黨的立委務必要認同這份條例 因此在現場跟原警爆發激烈的一個規矩 國民黨在稍少我們知道 在國民黨中央的馬總統在開中上會的時候 也表示說兩岸簽訂任何協議都是以台灣為主的民優先 我來必須稍找馬總統我就來訪問 所以這個發展 我們最主要採取的基本原則 就是以台灣為主 對台灣為主的民主 一定要符合這個原則我們才會去做 所以我們跟大力圈的一些協議 對台灣來講全部都是立大並並 我想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以上是目前在國民黨中央的最新情形時間交換給同類主 那正經第一位是林常委農德 請李常委招停準備了馬來挖包